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五单数年 若苏厄书第二十四章第一到十三节 马斗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到十二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8月18日 耶稣基督 若苏厄今天从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巴郎开始 向以色列人又一次叙述了天主如何在他们历史中 不断地借助大能和奇迹带领他们向前走的事实 这一堂历史课是以色列人需要常常听到 常常复习的 因为人是容易忘记过去的 而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若苏厄一条一条述说了天主对以色列人的大恩 是要以色列人忠于天主之恩感恩以爱还爱 了解了天主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 都是爱的行动的话 就不难明料 今天在福音读经里面所说的天主的婚姻法律 也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的 虽然好的目的并不等于说容易做到 好的目的不容易做到的时候 我们知道该向天主祈求力量 而数算天主曾经给我的恩宠 是我向天主祈求的一个很大的动机 有了天主的祝佑沉重的恶会变得清醒的 为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 天主的爱更超越了所有旧约的爱的表达 就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奉献牺牲 我们应该更加有动机祈求天主 耶稣说 你们劳苦负重担的 到我跟前来吧 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